基本上你就不用特別去按照題目的名字 基本上我們就是做得漂亮鮮豔好看就是的 那如果你題目上有些關鍵字 我就希望你的作品能夠呈現出關鍵字的東西 那裡面其實有一些其實我還蠻 因為詩琦阿老師說的題目 其實是我還蠻討厭環保衣體的 恭喜抽到環保衣體的同學 來 大家這邊 環保衣體基本上你們就要應用到 你們必須在裡面在你的作品上來表現出你的環保理念 而且它是有視覺藝術的視覺出來 所以你就會把你的環保理念 但是我這邊先講一下 這邊的環保意識的部分 因為它多了意識的東西 它並不是叫你準備用回收品去做東西 你們可以是環保綠化或是節能減碳 那些東西其實不要把環保意識跟回收的垃圾東西 改裝去做一個聯想 我們並沒有做那麼細節那麼差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做環保的議題 但是你可以做比較有感覺的 你可以在你的寫桌牌上面多一點 像這種的話 通常這個老師就一定會看寫桌牌 蛤? 就是這種 像環保的意思 這種 這個老師一定就會看寫桌牌 我猜應該是阿澤老師 哈哈哈哈 他就一定會這樣 這誰摸的阿比老師 好來 扭轉新眼界這個東西 這個基本上它就是 因為它這個題目比較大 基本上是你要讓人家看到回之音量 你完全打破我們所看到的一些東西 所以它可能 所以這東西的話 你在設計上面來講 你就可以比較突破原本傳統的方格的東西 你可以做一些比較大的一個變化 讓人家完全打破以前我們所謂的 直瞻的隱私 直瞻的視覺效果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你在這個部分來講 就可以做一些大的一些表現 你可以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你可以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基本上我可以看出來 你就完全不像人家的 人家的事情都可以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比較大一點一點 來 8月2020 這個實在太簡單了 不是一個太簡單 結果它就是一個 你要讓人家看到 就是有一個 度過這次困境的事情的感覺 看到這個東西 我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所以你的裡面 你可以有一些跳躍的東西 或是有一些 有些懸空 飛躍的東西 或是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東西 就是有一些東西 所以那樣看起來不是 不是落在地上 所以那樣你就要做一些 比較不同的 一個突出的變化 來最後一個其實 有一點點的難 最後一個是 直譯論 直譯論 直譯論這東西其實它 比較比較偏向文學 所以它其實它比較偏向文學 你就會覺得做出來的東西 你必須是乾淨俐落 你必須是乾淨俐落 而且要非常非常的 有文化氣息 所以你的 你的結束牌也要稍微 一點點 有限時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 後面這個應該是定版吧 呵呵呵 這時候稍微 可以有一點點 細節的 所以要有設計的 稍微有一點點 藝術的 所以它比較 比較跟一般你們所看到的 這個花花草草比較不要 這幾個會稍微 需要一點點的文化的 內涵在裡面 好所以這四個作品 基本上 完全是不同屬性 所以這個 你們抽到同學 還有兩禮拜時間 可以讓你們去 好好擦 對 先把架構做起來 剛架構已經講到幾個 必須在同一個 光源底下 第二個 架構最好是穩定 而且底下是有 板 其他部分 就隨便你們去發揮的 那希望這兩天的一個 你們訓練的技巧 你們有機會 又用上 那如果沒有用上 沒關係 就希望盡量就好 那就是 架構的那個 部份 越亮一點的話 基本上 你在上職務的時候 就會越輕鬆 好不好 那這兩禮拜 就很辛苦的喔 好好 謝謝 謝謝大家